中国大陆有许多踩血栈是由政府运营的 最近这些血栈从痊愈的甲型流感患者身上采集大量的血浆 已被提取血清治疗重症或危重的甲流患者 然而对于血清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专家表示质疑 因为在90年代就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 也是因为输血而被传染艾滋病毒 血清治疗方法的机制是 通过向病人体内输送抗体 帮助病人对抗病毒并迅速恢复 中国曾经使用这个方法治疗SARS和禽流感 现在想要将这个方法复制到治疗甲型流感上面 家通社25号消息指出 任何涉及出血的治疗都具有风险 包括感染血液传染病 如艾滋病毒、肝炎和梅肚等疾病 一些患者还可能出现过敏反应 而血清治疗甲型流感的方法 目前仍在评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还没有得到证实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不推荐这种治疗方式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中国民众接受了这种治疗方法 但据最近几个星期的媒体报道 至少10名患者接受了治疗 其中包括一名婴儿和一名孕妇 报道说 第一位接受血清治疗的患者 是一名刚刚实施完破妇产手术的妇女 11月24号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对它同时采用了抗病毒治疗和血清治疗 上海也已经开始使用血清治疗甲流 但很多专家并不完全相信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病毒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流感顾问海登博士认为 还需要仔细研究 这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治疗方法 但没有足够的信息对重症患者做出这种治疗建议 香港大学维生物学家管毅认为 用康复者的血清治疗甲流虽然是可行的 但他对大陆的血液检查标准表示担心 他表示 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标准规范 不同地区 不同医院 可能是不同的血液检查 管医敦促当地政府严格管制血清捐赠 并规范整个过程 中国卫生部目前已经呼吁人们捐献血浆 大陆媒体报道说 成败上千的人已经这样做了 家通社的报道还指出 血液供应的安全性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个大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干净的血液治疗而被传染艾滋病毒 新唐人记者周平李璐综合报道